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编也是很期待她的歌曲了 还记得刘雨宁第一次上节目的样子吗 紧张的小表情 有点发颤的声音 小心翼翼的说话 还有完美的歌声 也是缺了不少粉呢 当时节目中 刘雨宁和喜欢的歌手邓紫棋合唱《我的秘密》 得以开心的表情 很可爱呢 节目中喝到真的酒 弯腰吃惊的动作 粉丝也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呢 那么刘雨宁这次的金曲咯 之旅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据悉 这一期的主题的薛志谦 刘雨宁应该会唱薛志谦的歌曲 薛志谦大多是柔情的歌曲 不知道刘雨宁稍显沙哑的嗓音 能否赋予歌曲全新的意义呢 你们有没有很期待呢 刘雨宁再次受邀参加金曲咯 也是必然的 毕竟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成果很棒 她演唱的光年之外 再酷偶的票数也是极高的 竟然达到了两千万家 可见网友对她的喜爱 她演唱的光年之外 前面低沉勾人心弦 高潮将气氛达到了最高点 薛志谦邓子齐纷纷为刘雨宁点赞 并且还证明了刘雨宁的歌唱实力 这个节目也算是刘雨宁歌手生涯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所以刘雨宁当然还会参加这个节目的啦 毕竟这个节目口碑还是很高的 这次节目的落置地点是南京 相信很多南京的粉丝可是有福了 可以在机场看到宁歌 在现场给宁歌加油 很多粉丝可是赶不过来的呢 再次受邀不是随便说说的 节目组也要看实力的 节目愿意再次邀请刘雨宁 就已经看到了刘雨宁的实力和粉丝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